第34集 今天講第34集 131 同仁一 上天下火 天火同仁 今天講第一層樓 他所處的房境 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你看看 這一樓他本人 人的窗戶 本身是陽 那他本身也是陽 所以他得位 他做的正正的 但是 四樓 的窗戶是陰 偏偏是被陽站著 所以他做的歪歪斜斜的 這一個 四樓 不是一個好人 那他們都男的 所以四樓 跟一樓是不會溝通的 一樓自己得位 但是不會 受到四樓的影響 再加上 二樓本身是女的 那也剛好做得位 那也剛好做得位 所以這一樓跟二樓 本身都是好人 所以他們兩個 是可以結合的 所以一樓 他可以做得穩穩當當的 因此 遙遲就寫著 同人於門 無救 這個算是一樓 是在門口吧 那他今天在這個位置 是沒有事情的 所以你今天 處在這個狀況 做的事情是會順利 平安的 那這創因原理有什麼呢 在門口嘛 所以我們想辦法把門口填補 例如說骨池 我們就利用動物的一些骨灰 把一些陶土上面 粗粗陶土上面 所留下的一些小洞 就被填滿了 所以他所燒的陶瓷 就會看起來非常的綿密 一樣的道理 你在燒馬桶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 放了一些納米的粉體 他也可以把馬桶上面的 有一些更小的一些孔隙把它填滿 那這馬桶 會看起來會更加的細緻 綿密 這就是創新原理 填補洞口 希望這集給你一些清新的啟發